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看这舞蹈动作似乎并不难 不过要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学会 还要跳出优美的姿态来着实不容易 在现场田海荣和人犬就直言 拥有舞蹈基础和快速记忆法 才让他们顺利完成了拍摄 你看这都是专业的跳舞团的来帮我们拍这场戏 那我们也都是现场现学然后现拍 因为我们都是上海戏学毕业的 所以我们之前都有舞蹈基础 是吧师哥 对对对 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大概刚才也就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把这么一段舞蹈学会了 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而且是一段原舞曲 对快速记忆法 电视剧《花灯满城》改编自苏同小说 齐切成群 该小说在上世纪曾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由张艺谋指导龚丽主演 对于此番挑战龚丽塑造的经典电影形象 田海荣表示电视剧的长篇幅更能细致地表达人物 而自己不会去挑战经典 而是会向经典致意 因为《巩壵》那一版肯定是经典了 我们所有人在拍都讲 我们其实是向经典致意 对 然后呢也希望在我们这一拨人去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 能够让现在的观众感觉到 哦原来这个作品 还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当时在电影里没有看到的 因为电影的篇幅短 那电视剧的篇幅很长 它会更加细致地和细腻地去表达 那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演出来的角色肯定都会不同的 你演绎是一个状态 我解读又是一个状态 对 没有想过挑战 唯有敬意 和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 对 拍摄期间 该剧的总监制唐继理也是专程赶来片场 为拍摄出谋划策 采访当中唐导表示 自己的这一版《花灯满城》 将颠覆之前电影版的西北风景 呈现更为时尚精致的时代背景 九亿年的张岛那个大洪东路高高高 我也有看 那我也很喜欢 可是它那个是偏向于是比较西北风多一点的 那种感觉 对吧 这西北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我们这次选择了在那个江南地带 阳洲啊 上海啊 拍摄 就跟那个西北风完全不一样 而且无论你看的宅子啊 院子啊 衣服啊 跟洗服啊 但我们都相对来点比较时尚吧 比较时尚比较靓丽一点 而且在演员的组合 那我们是有四个影后一起在里面 那我相信是会有观众会看到 会觉得很不一样 素子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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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